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这段时间刚好有不少课程 所以这个论语的课也停了好一段时间 陈德也有常常见到大家 在这一段期间的课程 也感谢大家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切磋 我们之前谈父子 先谈了夫妇关系 进一步谈父子 还有延伸到师生关系 我们从当老师的本分 现在是谈到了当学生 谈到好学生的心境 我们谈到第七大项 好学这个部分 我们举的几句教诲 上一次还是谈到 君子博学于文 曰之以理 亦可以服判以服 这个判就是偏 可以不学偏 我们这个时代要不学偏 其实都不太容易 我们得牢记 老而上对于学习的一些指导 看我们有没有学偏呢 比方说我们的习气是在增长 还是越来越少 那增长了就学偏了 这师父领境们 修行靠个人 要自己检查 比方说我们跟家里的关系 是越来越好 还是没什么太大的转变 那假如是这样 我们也学偏了 这个都可以检查的 博学于文是解 曰之以理是行 所以一定要解行相应 好 那我们看今天进入第七句 两百九十六页 子曰 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顾万 明以求之则也 这个从皇书 我们来看一下 知之 未知事理 一切万物的事理 都了解 知事理 那孔子呢 谦以同物 他谦虚 所以 他的表达 我不是生而知之 跟大家都一样 当然这些大修行人 他们来到这个世间教化 都是随众身心应所知量 他不是说 我想怎么表演 他是应激的 孔子是 跟释迦摩尼佛配合 来教化的 尤其是对我们的中华儿女 佛在启示戒经就讲了 他遣恶大菩萨 于震担方向 教化 也不先学小臣 后学大臣 非佛弟子 也没有基础 没有基础 一下学大臣 学高了 学飘了 所以敬业三福 大臣是第三福 要有第一 第二福的基础 所以老儿上一直在强调 我们要扎根 就代表 我们这个时代 不管是哪里的华人 都缺乏这个基础 而且还可能不是一代人缺乏 可能有些地区 还到两三代都有了 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更要想到 事不可以不红一眼 任重而道远 要扛起时代的责任 所以修道的人 不抱怨 看到家庭也好 社会也好 乃至于是传统文化 佛门 有不足的 不抱怨 从我做起 从我把法 表好起 这个 了凡先生说 天下无志士之豪杰 亦无尤人之学问 没有 怨天尤人的学问 都要懂得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看到社会哪里不足 是我做得还不够好 不能感动对方 这个都是老儿上 教导我们的 法药 对峙我们 去抱怨 去跟人 跟事 对立起来 这个都用错心了 放下控制的念头 放下对立的念头 所以 这个释迦佛 先派了孔子 如同菩萨 老子 加设菩萨 到神州大地 教化 那就是大菩萨来 所以 牵与同物 应我们的鸡 不应我们的鸡 他老人家 做完了 然后我们都效法不了 那不是白表演一趟吗 所以 我们既然知道 是应鸡了 那都是我们做得到的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五时而耳顺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而耳顺 七时而重新所欲 不予举 这个我们前面 有学习过 我们都要以这个为标准 不能让孔子白表演 接着 说到了 顾约我有所知 我既不生之之 而今有所知者 正有我所好古人之道 集数以求知之也 这个名而好 这个名以求知 这个名是集数也 就是非常的积极 用佛家讲 很精进 在求学问 这里有提到 好 好古 非常喜好 乐此不疲 我们现在在学传统话 有没有学到 很欢喜 乐此不疲 学而不厌 还是学着 有点痛苦 这个 我们要检查 那这个号当中 也是对古人 非常的信任 我们最近 请这个 张清泉老师 讲解 师皆述堂 是利便兰老师教导的 他们都是长期跟随 学的 结果 才了解到 古人 写一首诗 那整个都是立体的景象 写一首诗 里面的典故 包含那种 意境的深远 都是我们现在人 很难想象的 所以你学一首 佩服古人 佩服 五体投地 这个就好像我们看下年居老居士的记者 他四句话 可能每句话里面 都有典故在其中 古人 古人真的是 宝读 诗书 所以为什么老阿上说 这个 我们文化传了几千年 假如有遭迫 古人 古人早就调整 轮不到我们 所以会越学 越佩服 古人 你看这个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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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 你学一首诗 就好像参禅一样 很有意境 而且学诗 你看它有很多的联想 都不是死记硬背的 所以特别灵活 你看范宗玉先生在写的时候 他也没去过 岳阳楼记 岳阳楼 你看人家那种想象力 然后去感受一下 这些读书人的心境 好 所以这个 包含我们去学译经 译经都是天地万象 古人在其中居然可以领悟这么多做人的道理 真是 望尘莫及 所以这个 好古人之道 这个 诗阶树堂 我看十几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学 年龄比较大一点 有点悟力 可以学 这个应该 英国安学院也会挂吧 我来了解一下 这些都是中国很重要的学问 要把它承传一下来 好 那非常积极啊 来求学问 这是一个行为 心形一如啊 请问 为什么孔子能够 这么积极来求学问 他的动力在哪里呢 我们看看老儿上学习 读书读到天亮了 没发现 抬起头来才知道 你看古人 这个 现在的人 哇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这么积极啊 他的动力是什么 哎呦 我要买房啊 啊 我要买车 啊 这是享受层面的啊 这个叫 治与愈合 这有点危险 还要治与愈合 哎呀 我要奉扬老人呢 啊 我要栽培孩子 我要给孩子没有后顾之忧的支持啊 这个对家庭的情谊啊 那我们看孔子他们读书 老和尚读书 十几岁就在为天下在着想啊 这是老和尚的心境啊 所以会感得台湾当时候最顶尖的三个老师 这不是偶然的了 所以立重的心切 他当然会很积极去求学问 又相信呢 老祖先这些学问呢 能解决问题了 可以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当然 我们 没法跟孔子老和尚比 但是 我们自己从事教学工作了 假如自己 早一天 有学问 有智慧 早一天呢 可以给 这些小朋友们做发供养 这也是一种动力 所以我们也检查检查 自己学习的动力 尤其要学大臣佛法 可不能用小臣的习气来学 只想着 自己happy就好了 自己解脱就好了 大臣经教 华欣经说的 勇猛精进 度一切众生 出生死海 是这样的心来求学问 所以 黄老说 无情不能修道 要有情意 要有道义 我们处在这个时代 只要不遇到圣教 你说这个人没有烦恼 没有面对的问题 我不相信 你一百年前 那还有可能 现在 内的烦恼 外的诱惑 无人不拒 那你没有学法 没有法药 你怎么去对峙这些烦恼 去解决这些问题 假如还觉得 好像 亲戚朋友 没啥问题 那可能是 我们不够关心他们 现在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 其实 有时候你跟这个人说 有没有问题 他说没有问题 是什么 是他不把问题 当问题 他看得没有那么深 他看得没有那么远 可是人家说没问题 你也不能强迫人家 是有问题 那又变成自己的执着 他一想到没问题 好好 阿弥陀佛 在等待时机 要不 他的习气 就调动自己的习气了 那种硬是要 好为人事就出来了 一切随缘 我们现在的人 洞察自己都不容易 还洞察别人 自知者明 知人者智 自己看自己都看不清楚 怎么去看家人的问题 看自己看不清楚 代表我们看得太肤浅 没有从心缘隐微处 默默昔低 要听进人家的话 是有福报的人 福报在哪 福田新根 你尊重别人的苦心 用心 这个人有福报了 你尊重 珍惜 爸爸妈妈 苦心 这个人有福了 好了好了 不要说了 你看很不耐烦 这个人没有福报了 老婆上说的 福在受见 人生很多责任 要抓住关键点 积不可施 施不再来 你看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施不再来 可是往往 现在的人是 孩子出现 严重的行为偏颇了 他才 哎呀 有问题了 后知后觉 那就比较难了 虽然说亡羊补牢 油胃晚宜 那可不知道要多费 多少劲 我们现在接触这些 胎教的孩子 从小教的孩子 那个性情都非常稳定 你现在孩子 八九岁了 性情都不稳定 你还不下大功夫去陪伴 去互念 你还要等啥时候啊 后面就没机会了 警方业力发动啊 孩子有没有业力啊 哇 你等到他 青少年 你再来试看看 哎 我也问过我母亲啊 我我有没有逆反 我母亲说 没有 那是 前面 有一点基础啊 父母都把一眼给我们看啊 再来父母没有控制啊 没有这个真上缘啊 我现在 见过了当父母的 没有控制的比例不是太高啊 那一天 跟这个 王又精老师 有聊 那他真的 挺柔软的 都尊重孩子 不同 特质的发展 哎 孩子 跟他是无话不说 这个 父子有心的天性能 一直保持 这个重要了 他刚好 带孩子 到 福州学习啊 我们这个王川老师 跟他吃了一顿饭 问了他几个教育问题啊 他侃侃而谈 因为他一门深入十七年了 结果 这个王老师就很惊讶 我一般问我们大陆的父母啊 就问他一个问题 你的孩子是兴趣什么 是什么 他说 很少有人 很自然就答出来了 马上答出来的 很少 孩子是你带的呢 他的兴趣是什么 你都答不上来 一直成病 你就执着他 今天背了三百个字没有 给我背一百遍没有 你一直就盯着那个东西来 你感受不到孩子 全面的状态 这一句一直成病啊 所以为什么修行难 我们执着一展身又看不到 真心碎塑固毙 真心被葬住了 真心一法不利啊 我们怎么心里常有个东西呢 看到先生就有个东西起来了 也不赚多一点钱 你心上有个这个东西呢 怎么看他都不顺眼 这一句真心一法不利啊 我们得要多掺一掺啊 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啊 这个我们谁都知道啊 老儿上常讲啊 怎么用 一法不利 我们心上常常有事 常常常有成见 这真心用不出来的 所以普贤行 能理尽诸佛啊 因为他对任何人没有成见 他见本性 不见人家的习性啊 这个关键我们一定要掌握 因为我们是要去极乐世界头 极乐世界是普贤 菩萨的法界 我们的心形 要跟普贤的心形 相应 结果这个 王老师问了几个问题了 我突然有一个灵感 可能呢 感觉到呢 自己呢 说要真胖好多年了 都胖不了 没有福报啊 说要多修福报 突然有个灵感 情转法轮 我说 我说王老师啊 要不这样好了 你来做 这个 主持人吧 你来访问这个王老师 教育的问题 哇 他马上回去啊 整了两张纸啊 问问题 因为 他呢 待了几年呢 都是十五六岁左右的青少年 这些孩子都是学传统话学好多年了 结果他一代 心理上不少问题啊 都跟家庭教育有关 哦 所以 这个 他都把他写下来了 来问 这个应该 快要制作出来了 我们加紧一点速度 到时候提供大家 做参考 在家人最大的功德 把下一代教好啊 当然 这个 不要有同修起心动念 我孩子都二十多了 那你应该想着 我的孙子 什么都要往积极面下 不要常常产生 哎呀 很后悔 来不及了 要positive 不要negative 我今天 刚要 到我们摄影棚来 跟大家交流的时候 我突然起了一个念头 我应该学英文 学到 这个 像孔子一样 好古 要学到能够好英文 学到每天都想去学 那这个就不一样效果了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突然又想到 我们有一个同学 他读诗俗 没有英文基础 结果 就直接要考雅师 他的老师 给他一个指导 我觉得听 不简单的 他跟他说 你要用菩提心 来学英文 你学英文的目的是 要去利益众生 你假如只是在那里想 我要六分了 六分了 你学起来痛苦了 我以后 学了英文 要利益众生 结果他一考 七分了 七分了 现在到英国安宣 读博士了 要用英文拿博士 所以你看人的钱 是很大 何其自信 本质具足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所以当你们 在课程当中 常常听到 承德 Speak English 可能就是我这个 性质越来越高了 我抓住一切机会 要 improve my English 你们就嗅到 那个味道 当然也不能讲 大家云里雾里 这个又变成 我的执着 毕竟 有些人对英文 不是很熟悉 好 所以这个 学习 你的动机是什么 很重要的 包含 这个王老师 他还没生孩子 以前就看很多书了 都是那种 当母亲的责任感 在推动他的 不是别人 推的 所以 老阿尔讲经说的 道德学问成就的人 都是主动的 没有被动的 都是Active 我现在好像有一点习惯反应 慢慢练成习惯 等我英文练好了 你们就没有借口 学什么东西 学不好 我这个过了中秋的人 都能学了 就相信我的父亲 五十多岁了 单位有需要 他居然去考证券 证书 到补书班去了 我印象就很深了 那么大年纪了 为什么 单位需要 结果派了 我印象中三个人去 两个都是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的 比他年轻了 结果一考完 只有他考上了 好 这个对我们当儿女的 都是终身难忘的记忆 佩服 你看我们有多少事 让自己的子女佩服没有 这就是你们家里的家道 可以传下去了 好 所以 这个 孔子 他牵与同物 这个 确实 好 还可以 没问题 好 没关系 我们这一段后面再来剪 我们呢 从孔子 学古情 来体会一下 也体会 确实 这都是 再来人 他们很多能力 过去生 带来的 你看这个黄庭间 的故事 他梦到吃芹菜面 结果找到他前世的 母亲了 所以他奉养 今生跟前世的母亲 结果到了前世的家 他母亲 讲到了 我那个死去的女儿 文章写得好 但是都锁在里面 钥匙就被他找出来了 打开来看 那个文章 跟这一生的水平差不多 所以古人说 书到今生 独以词 很多是过去 带来的能力 所以人 越精进修行 比方说 我们好好念佛 你 这个深深唤醒自己 你这个烦恼习气少了 你本有过去生的那些能力 慢慢就恢复过来 好 那 这个夫子呢 跟思乡子学情 结果 谈了十来天 这个思乡子说了 你可以再学其他的曲了 他说不行 我虽然知道这个曲了 它整个技巧 我还没有掌握 又过了一段时间了 思乡子说 你可以 可以换了吧 孔子说 这个 我虽然掌握了技巧了 但是 这个意境 自趣 这个歌曲描写怎样的意境 自趣 我还没有掌握 又继续练 这个老师又说了 可以换了吧 我还不知道 我虽然知道这个自趣意境了 我还不知道是谁做的 他又继续练了 听到突然 啊 见到了 作者了 皮肤黑黑的 长得非常高大 那种胸怀意境 一定是周文王 哇 结果 这教他的思乡子 佩服啊 因为自己都没有达到那个境界 就佩服 孔子好学 你看 学之道 教之道 跪以钻 一直钻下去 那 你看 孔子能感觉得到 还有更高的境界 你看 他的老师教 都不一定有他那么高的领悟力 所以说 孔子是 等于是 牵与同物啊 从这些故事里面 也能体会到 那我们 也要效法孔子 要一门深入 不能潜藏 折子 不能福伦 吞藻 当然 老和尚也关到我们的根基 所以提醒我们 一片光碟 要看十遍 听话的 刘顺云老师 听话得的利益大不大 很大 听了十年左右 我们俗话讲的 十年磨一剑了 人家通了 静忠的 教义了 现在无量寿经讲第三遍 讲得非常好 每个人真下功夫 都能做得到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孔子在当时 已有圣人之名 如 直喊篇 太宰问于 子贡曰 夫子圣者于 何其多能也 当时候 都有很多人 赞叹 孔子是圣人 那圣人 生而知之者 然非不学 如问礼于老丹 在其闻少 三月不知肉味等 这个都展现了 皆好顾 名以求之也 所以今世 众有深知之者 亦须情学 心事物 你纵使 生来很多天分很高 还是要情学 就以孔子为榜样 而且我们自己冷静 观察自己 观察别人 人 亦有长处 亦有一长 就有一短 因为没有路中道 一般傲慢的人 他的能力当中 都有比较超出 一般人 你看 有比较高的能力 这是一长 接着一短是什么 很少不傲慢 所以假如这个人 才能很高 可是又很谦卑 必成大事 必有高的成就 孔子特别提醒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那这个等于是 这个人的能力 已经达到顶点了 可是使交且令 骄傲了 令射了 令法了 那令法 他就不会做不思了 法不思了 他就散不去了 傲慢也散不去了 其余不足观也语 散不去是代表什么 一定往下滑 不敬则退 所以佛法理想 我慢高山 法水不入 傲慢了 佛法 留不尽心田了 所以我们观察自己 别人在 好朋友在给你提 一些 见言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不高兴 那个就是慢 你首先要能体会到人家的好意 还是说 别人要见言 自己那种看法很强 好像听不进人家讲的话 这样的情况 往往是学了好几年以上的人 会出现的状况 还不是初学 初学都挺谦虚的 肚子里装点东西了 你看 真心一法不利 觉得自己肚子有东西 那也麻烦了 所以这里提的 今世众有深知之者 亦须情学心事物 这个就是孔子表演给我们看的 都有圣人之名 还这么情学 那我们怎么可以傲慢呢 所以对智傲慢的方法 就跟孔子比 不让古人是为有志 得比于上 则知此 傲慢是称慧的核心 这个一定要调伏 所以何况非深知之者 何况我们大部分 都不是深而知之 不学可乎 怎么可以不好好 向佛菩萨古圣先贤 向自己 医子的老师 好好学 每天要想着 传不习乎 老师传给我们的教诲 我有没有好好练习 好好落实 尤其在境界里面 一定要记住 处逆境 随恶缘 无诚惠 业障竟消 随顺境 处善缘 无贪吃 福慧权限 一切境界都是帮我 福慧增长的 你会越修越欢喜 越修越法喜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句 第八句 两百九十八页 子曰 三人行 必由我施焉 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好 这个我们看柱姐讲的 何焰柱 言我三人行 包含自己在内 三人行 本无咸鱼 择善从之 不善改之 故无常识 好 黄书呢 叫我施 笔之长 我效法他的长处 改笔之短 改他的短处 然后他呢 也学我的长处 改 我的短处 即更相识法 就互相学习 互相效法 故云呢 无常识也 好 当然哦 大家 这个不要一听 没有常识 所以我现在到处学 你到处学 要有基础的 不然你会 掺掺掺掺掺乱 一开始是什么 从名师受戒 而且你看 你在掺的时候 你要能判断 他做得对不对 不然他错了 你还以为他对了 那就掺偏调了 所以一般是要先跟着老师 建立是非善恶 邪正利害真位 会判断了 这个也是 华言经末后 善才同志五十三三表的法 这个要看对 他不是一开始就五十三三 他一开始先跟着 文殊菩萨得了根本志 老和尚在讲了凡事训的时候 成德印象很深 你看以前的人离开老师 他得根本志 他得清净心 才离开老师 然后他剥落无知 清净心 一掺 一遇到事物 他就增长他的阅历智慧 这掺一个就提升一个了 最后就成佛了 这个是善才同志 表着法了 老和尚看我们现在根性不如古人 最少要会分辨 是非善恶 邪正利害 真位 才可以离开老师 进一步 老和尚说 还有人 终身不离开老师的 演给 当前的 大众看了 因为现在说 要真的学了 出师了 北京话叫出师吗 不是 出师应该是出兵了 军队出师未解 身先死 不好意思 我有点闽南语 我们闽南语 学成了 叫出塞 可以离开老师的 学成了 这个是说 你学成了 才可以离开老师的 不会再退了 好 所以这个 无常师 我们也 要跟这个 从明师受戒 从 这个善才同志 这些表法 它是 它是不冲突的 要融在一起 好 那老和尚也是讲到了 常随佛学 谁是佛 一切众生都是佛 那你就随时在学了 就是 这里讲了 这其善者而从事 其不善者而改之 你有基础会判断 那真的是无常师 那流逝正义 提到了 何焰的柱 是以行 为言行之行 所以这个行里面就包含 言语行为 那三人之言行 本无咸语 不是去分辨 这个是贤人 这个是 愚痴的 不是这样 就是 是 其有 善不善者 皆 随事所见 折善而 从之改之 因为人都有 短板 都有长处 所以 非为一人善 一人不善 此章 各著以流逝之解 何焰极解 为可从 那对 这个 黄书的 就有后人提出来了 陈天祥 四书便宜 亦从此说 但另外 也是从 流逝跟 何焰 集结 这样 是怎么 不高标准 要求人 他有他的长处 就可取了 不是说 一个人善 一个人不善 要求人 太高了 所以 不求备于 一人 只要他有长处了 就挺可贵的 不是要他 什么都好 我们才能 向他学习 那这个黄书 因为他的 柱里面 有讲到 改笔之短 笔是对方 就是 这个朋友 他可以施我 这场 效法我的长处 然后我改他的短处 这个只可施于深交 我们这个中文人讲交情 大家你们自己人生走过来 也都是 我看上去是秋冬比较多 夏天的不是太多 好 好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交情还是挺重要的 你交情好 怎么讲都行 你交情不好 你很谨慎讲 有时候还讲得对方不高兴 所以人还是要讲情分的 所以 你跟他交情还很浅 交情不可延伸 交情不够了 你还说 你这一点不如我 你要效法我 人家脸都绿了 你交情了十几年了 有时候讲话互相开玩笑 这一点你得给我学 这个没事 所以只可施于深交 如交不深者 那你不能去硬去 要人家改 好 所以古人 在注解的时候 都可以感觉 他们这个 心都很敏锐 很柔软 这种人心上的事情 他们都分析得比较深入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九句 六百五十二页 只共问曰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只曰 其数乎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个一言呢 在这里是做一个字 子共问了 有没有一个字啊 可以终身依之而行 大家在论语里面呢 有没有感觉到 子共问问题的水平挺高的 所以这是言语科的 宰我子共 言语的能力很高 常常替我们请法 你看孔子有一天 来了灵感呢 怎么经营好一个国家 足使足兵 明信之以啊 一个字里国家最重要的几个元素 要充足的食物 还有很好的军事力量 国防 保卫自己 还有人民信任 相信力很强 你看子共听了 马上很会发文 必不得已而去 你遇到特殊状况了 于是三者何先呢 这三个先去掉哪一个 孔子说去兵 接着又问了 必不得已而去 于是恶者何先 孔子说去死 食物也可以放下 自古皆有始 名无信不利 所以一个国家 一个团体 最重要的人民 相信领导者 这相信力特别强 在东汉时代 边关 有个将军 这个在四字建略里面有 人数少得不得了 可能才 一两百人 死守 一个城镇 匈奴 大军压境 打他打不下来 后来好像拍成电影 他们坚守到什么程度 没水 怎么喝水 马粪 拿起来 扭 扭出水来 但团结 二人同心 齐力断经 你看这个表演给我们看 历史当中也有 你军队 几十万 但是你不够团结 这个历史上 你看 这个 唐太宗 带兵四千人 守五劳关 面对斗建德 十万大军 四千人 把十万军打得 活捉了斗建德 你看那个 团结力多强 他的几倍 二十五倍 所以古人说 二人同心 齐力断经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你看 子共会问问题 问出这么精辟的 对话 好 所以 我们言语的能力 要提升 可以求子共加持 说不定他在梦中 自诚感动 会来点画点画我们 那孔子答复了 陈德选这一句是 好学 而且是什么 主动请教老师 今天跟一些青少年交流 这个也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 因为现在 愿意学传统话的孩子家庭都挺难得 那他们毕竟平常都是在体制内学习 我们就得利用寒暑假 办营队 或者五一 十一大假 所谓化整为灵 能够尽量熏悉 主要还是他家庭要形成学习的氛围 不能舍尽求援 这些助援 也只是一个帮助 主要的还要 孩子自己主动 还有家庭的护士 不能舍尽求援 那我看这些孩子也都提了蛮好的问题 挺可贵的 当然有问问题的说 哎呀有一个问题 障碍我好多年了 我说以后不要好多年才问 心有意义随杂技 旧人问求却意 好 而且这个主动问 还有带别人问 叫利要有情问 他发觉有人 可能有这个问题了 那对方又不敢问了 他带别人问 好 那孔子答复了 那应该就是数字 所谓数啊 就是自己所不遇的事情 自己所不愿意的 不要加在别人身上 所以孔子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因为他对数啊 体会不够深 所以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是孔子啊 给数字啊 最明确的注解 我们学人 学仁爱 学道 学大学之道 行菩萨道 必须依此 终身行之 中庸有一句话讲 中树为道不远 我们遇到一切境界 都是中树的存心啊 跟道不远 道就是我们的真心 本有的本性 佛性 就跟他越来越相应了 所以我们自己要在境界观察看看 任何 人来了 跟我们在互动 我们是不是都是宽以在人 言以律己 能这么做了 人家不会怨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看看亲戚朋友 有没有对我们不满 可能我们这个树做的还不够到位 这个时候待会又讲到了 掌握纲领 学习要掌握纲领 中树就是很重要的纲领 好 这个古人 树心做得很好 子贡 他请教 他当然也要去做了 他当机者 有一天 他就说了 我不欲人之家诸 我也 无异欲无家诸人 我不希望人家这样对我 我也不这样 加在别人身上 孔子说 非而所及也 端木赤 这个还不是你的境界 虽然是他问出来了 他不一定录这个境界 有时候还会自我感觉良好 这个也是修行 要谨慎的一点 有时候老师问我们 最近有没有烦恼 没有 没什么烦恼 我们可能泡在烦恼久了 也不觉得才是烦恼 自己都比较控制 有时候人家提醒你 你在控制 有吗 不知道了 习惯了 当局者迷 旁观者亲 我们就不说别的 人家对我们发脾气 我们很难受 从今天开始 不对人发脾气 这素道 今天是个好日子 10月6号 好不好 我们今天又 学了孔子的教诲 素道 从今天开始 不像任何人发脾气 好 这是我今天发的愿 要信守 跟自己的承诺 就有力量了 信以成知 一个人怎么成就学问 成就事业 守信用 守自己的信用 还有我们跟老阿上约好了 要在极乐世界相见 要在极乐世界相见 这就是一个动力了 还有答应别人的事 要尽力去做 凡出言 信为先 旧要不忘 平身之言 曾经答应别人 都要记下来 我现在正在努力 答应别人增胖的计划 这个不能再私信于天下 也不能错解经文 什么叫食言而匪 可不能用这种方法变匪 开玩笑的 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古人 明朝 养祖 做到 部长级的 上书 他隔壁 邻居生的小孩了 他就把自己的驴子 卖掉了 因为驴子的叫声比较大 怕惊醒 阴海 你看这树道 还有呢 这个 寒旗 这个都是 宋朝明相 这很能 宽恕别人 有一天 这个士兵 长着灯 因为晚上了 结果 这个士兵长着长着 有点分神 结果这个火 就把 这个病法 烧起来了 他顺手 就把他给灭了 后来 稍微注意一下 旁边站着士兵 换人 他马上交代 把本来那个叫回来 他现在已经知道 怎么不把我烧到了 不用换人 那换掉就要被修理了 包容他 不止没有责怪 那 当时候呢 人家就 很敬佩他 就要送他 一套玉杯 他不接受 看对方 很坚持 他花钱给人家买 就是说 对国家做出 重大贡献 或者给人家帮了很多忙 都没有放心上 不占人家一点便宜 你不能付出放心上 那时候变成交易 变成利害关系 我们成长的环境也是 像我在都市成长 这种功利心 时不时冒起来 还得阿弥陀佛把它敲回去 这佛是 无缘大词 缘是条件的 没有条件的 往这个方向努力 他花了不少钱 买了这个玉杯 长得是非常 这个玉杯确实是 很庄严的 所以每一次宴请客人 他都拿出来 给大家欣赏 结果 有一次宴请 有一个官位很低的人 可能不小心走过的时候 可能扯到步还是什么 两个玉杯就掉下来 摔破了 全场都是官员 愣住了 哇 你看那个小官 吓得都不知所措了 喊起马上笑了 哎呀 今天呢 一切东西都有坏的一天 今天刚好是他们要坏的时间 哎呀 你看 在当下 这些同僚啊 那哪有不佩服 那他就变成整个朝廷的 顶梁柱了 大家都敬佩他 这个无形当中都是让整个朝廷很安定的 我们说顶梁柱啊 都是度量大的 能宽恕人 是吧 不然你看 可能 那个 指责起来了 那整个后面的氛围就完全不一样 好 所以这我们 选几个例子 感受一下古人的 术道 哪一个人 不曾经把人家东西 用坏掉的经验 难免不小心 那我们也 不希望人家指责啊 严厉的指责 因为不是故意的吗 那 那反过来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好 我们再进入啊 第八个部分呢 是善学 善于学习 其实这些句子啊 我们在前面呢 大部分也跟大家 探讨过 那我们刚刚也说了 孔子弹一个曲子 弹了好一段时间 一门深入 同样一句啊 也要多学几遍了 比较能深入 科学家说 要二十一遍才记得住 这是参考 好 六百 这个 一百六十三页 子曰 生夫 无道义贯之 曾子曰 惟 指出 门人问曰 何谓也 曾子曰 夫子之道 忠述而已 我们要知道呢 曾子是传 孔子之大道的 那他为什么能传 有很多心态 当然其中一点呢 是他能掌握 夫子教学的 核心点 掌握 刚领 刚举目章 这一句就展现这里了 包含 生也 卤 那曾子 他的天分是卤顿 为什么能传 孔子之道 那这个论语里面呢 诗书里面 都有拓这一些 关键 你一读曾子的话 你就感觉到 他的心 这叫神教古人 风颜展书土 古道照颜色 你看曾子 无日三省无身 他下功夫下得 很勤奋 每天都反省 每天不反省 你就稀里糊涂 打迷糊仗了 一日不知非 则一日安于自事 你看他三省里面 船不惜乎 每天都想着 老师教的 我有没有落实 还有在中庸里面讲 人一能知 几百知 能食能知 几千知 他虽然 鲁顿 可是他很用功 他不气馁 他不沮丧 人家 一次会 没关系 我一百次 我也会了 人家 十次 没关系 我一千次 能这样下功夫 虽然 愚钝 虽愚 并明 明 就智慧也能陷钱 虽柔 必强 本来是比较软弱 慢慢也是 很自力自强 曾子的后代 可能有他的DNA 曾国藩先生 好像学东西也比较顿 好像有一个故事讲 他在背一段经文 背背背 都背不下来 突然梁上君子 他们家进了个小拖 跳下来背给他听 很生气 走了 就是要等他 走出去要脱东西 等半天 但是你看曾国藩也很有成就 所以这个DNA 还是发挥作用 当然也是他有效法 他的祖先 所以这些 大家要从曾子的教诲里面 效法他的心境 目前 当木齐心 当木齐心 好 这个曾子 孔子 还有其他的弟子们 在一起 曾子呢 曾子呢 就呼 曾子之名 你看这字里面也都有味道 这师生很亲 都直接称他的名 当然 当然 这个是交情 关系 你第一次见面 叫人家的名 人家下次就不理你了 父母跟老师 可以叫名 人家成年 都叫人家的自 不能称名 那叫着曾子的名 吴之道 如可一以贯之 孔子 那孔子这么说 曾子心神领会了 马上 吴之曰 为 这就是 是的 老师 那孔子出去了 其他的同学 其他门人 不理解老师的意思 就进一步 就问曾子 何谓 老师是什么意思 那曾子 答曰 夫子之道 忠述而已 这个贯是贯穿 以一礼 贯穿万事 则万事 皆有其礼 所以 这个一礼 就是孔子之道 一礼分为万事 万事又归于一礼 有入事者 有出事者 而能一以贯之 然出事之道 非常人所能了解 故曾子 以忠述达之 就算出事之道 这一个礼 就贯所有 所处事的 这些事情 那何谓忠述呢 汉住 尽己之谓忠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是谓忠 所以忠述之道 乃在世间 但与初事之道 相近 所以忠拥 孔子曰 忠述 忠述为道不远 既曰不远 既得敬之 那敬 则可以由事入礼 何能一贯以 我们遇到每一件事 都能提起 忠述的心 来处理这件事 慢慢的 忠述就变成心境了 所以这个 由事入礼 假如用静修节要来讲 全修在信 你在哪里修 每一件事上 你在每一件事修什么 修忠述的存心 你由事入礼 心及礼 你入了忠述的存心 那你就会用在一切事 全信又起修 全信其实就是你的真心 你入了忠述的存心 那你随时都提得起来 好 那你随时提得起来 那这一颗忠述的心 就可以贯彻始终 所以为什么老和尚说 菩提心 贯注在整个生命中 其实我们也不可能 一下子 菩提心就完全贯注了 一定是什么 从事上 立事练心 练这个心 我好像这个心态又有要求了 不是先敬己 往往在要求别人的时候 就是没有严格要求自己 这也是一个蛮强的习惯 好 所以你看这个 贯是贯穿 以一礼而贯穿万事 则万事皆有其礼 你看佛门常说 万法因缘所生 那这个因缘 是不是惯一切事了 所以万法因缘生在哪 在每个万法里面 每个人是因缘生 每件事也是因缘生 每一件物品 也是因缘生法 你生产一个东西 当然好多配件 你看一个茶杯 就多少配件了 我现在在练 不能逞强 所以 还是要喝一点水 比较好 我是最近对峙逞强的习气 不过有 说实在的 讲课 也比较不容易口渴 为什么 因为 你不会 起贪身痴 你是用经教思维 所以会有点口水出来 最明显的就是念佛 每一次念半个小时佛 常常吞口水 这口水对脾胃特别好 帮助消化 所以我是尽量 每一天能 跟大家一起念半个小时佛 这个也是人生的享受 好 那这个 一礼而贯穿万事 你从佛法里面都可以体会到 万法因缘所生 一切法从心相生 你看这个礼刃 在你每件事里面都是这样 所以相貌从哪里来 从心相生 你现在家庭的医报 随哪里 随你振报 随你的心相生 所以你要改善事情 要从根本 从心调整起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好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看看今天谈的内容 有没有要探讨的 今天是今日必 今天没探讨 到时候你睡不着觉 我就醉过 叶老师有请 我想就今天学的中树之道 因为在三年前 法师也跟我讲 就要中树之道 我们现在碰到的学生 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种毕业班的学生 变不爱读书 就是怕睡 特别是这种长假以后 他就是 好多学生 他就是 平常就是玩游戏 然后来学校就没有精神 我当时也在想 我要连六冷 然后就是中树 就觉得他们也是情有可言的 但是如果你不教醒 一些学生的话 你去中树他 其他会跟样子 这个就是 产生了一个问题在那边 就是很难让体制学校的学生 集中注意力来听课 导致上课的这个过程 很难进行 就这个问题 感恩法师 开始一下 好 我们刚刚也提 一报随着正报转 所以我们老师的用心是根本 今天你是要互念他 还是要指责他 那个言语的磁场就不一样 是吧 大家感不感觉到 现在的人 哪怕是十几岁的孩子 明不敏感 都很sensitive 都很敏感的 为什么现在人 挺敏感的 有些是他本来就聪慧 也有一些 缺爱的 没信心的 也都挺敏感的 缺爱的孩子 你是真心为他好啊 他能感觉得到 所以首先我们的心性 是不舍 不忍这些孩子 这样年轻的岁月 假如这样过去了 最黄金的青春就流失掉了 有时候我们献身说法 老师之前 哪些岁月浪费掉了 也觉得可惜 当然你们现在很累 这个实在忍不住 那也没办法 但能提起精神 尽量提起来 包含一些比较专注的学生 他的收获比较大 你就多去护持这些学生 等这些学生 很有所得 提升的快 其他学生看到了 也会触动他的善根 这叫相关而善 这都是我们老师 可以运用的方法 当其渴之未死 发生了一些事情 提醒提醒 那孩子 那孩子他会这样颓废啊 就是没有人生的目标 然后没有 就缺爱 一个人感受到爱了 他会觉得 我不能对不起这些爱我的人 他就有一个动力在 所以当老师爱他 他感觉到 你可能就变成他努力的一个真上员 这个我们自己教学都曾经 我第一年教书 一个孩子成绩很不好 都考不及格 但是 我们常常关心他 后来他第一次考试 我是教他自然科的 他考了九十几分 我又在全班面前 制造了一点气氛 说有一个同学进步很多 大家猜猜看多少 猜十分二十三 我说都不止了 一下子公布的时候 所有的人 都是张开嘴巴 他走出来的时候 走路有风 是吧 我们老师增加一点 戏剧张力 结果那个孩子 就从此没有再掉九十分 其他的科目 没有考那么高 所以你变成他一个动力 那当然 像你面对的孩子 可能都十六七 这些年龄 也不一定是 着眼在他的成绩上 因为行行出状元 我们发觉他 哪些嗜好 哪些天分比较高 从这些地方 去肯定 去鼓励他 所以这个我们在任何情境 就是这个树 一起来 体恤他 我们那种控制要求 就不容易起来 然后又有一种忠 忠就是 我尽一点力 让他感受到爱 我去发觉他的优点在哪里 这个都是我们老师的用心 这个都属于敬己之位 或者我们善问一些问题 比方 诸位同学 你有没有很佩服的人 你一个问题一问 他们可能就讲出他内心的一些想法 你就可以顺着 你看我们以前 念初高中的时候 最佩服的 Michael Jordan 打篮球 听说科学家研究 他在空中停留的时间 比一般人长很多 好像地心引力 比较差别对待他 你顺势了 那他可以成功那么久 一定有原因的 你就把那些原因点出来 去鼓励学生 这么去效法 去学习 这个都叫横顺 顺势而为 你就可以慢慢的 这个引导他 鼓励他 我们内心里也要真的相信 行行出状元 我们也观察很多学传统文化的孩子 他被父母逼的 有时候都会有一点反效果 但是这样的孩子 他居然还能够学十几年 他也很有善根 但是你可以感觉 他不一定是来弘扬汉学的路 那我们就会去想 各行各业 有没有哪一些 做得很成功的 可以推荐这些年轻人去锻炼 我们也不忍心 学了那么久 到时候没有出路 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静心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感觉 这个宗志 你真的提起来 你会觉得还有做不完事 可以再多静一点心 你一静心 十几岁的孩子 都很敏感 敏锐 他一感觉到跟你的互动 慢慢就不一样 好 以上回馈 阿弥陀佛 敌宇有请 老师好 然后刚才 就是那位老师的 刚才那位老师提到的点 就是触动到 低于想到一个点 就是什么是传统文化 就是可能有一些 学生或者说学员 他们是在传统文化的体制内 然后他们可能是被 可能一些老师或者长辈 一种控制欲受到影响 但其实 在体制内的 可能社会上的孩子们 可能有时候 他们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 也是因为父母或者老师那种控制欲或者那种强迫性很大 所以导致孩子的心理或者说人格上出现一些偏差 所以我就想到其实传统文化它并不是在一个形式上或者说是一个体一个固定的模式上 可能他这样老师你讲的他是一种爱的教育 他是一种心法或者说就是一种中述之道 然后这里这也是前两天刚刚跟妈妈在交流这些年的一些生活和学习过程当中 就是刚才这个老师这个分享触动到还有老师您的讲的点触动到我那个点 就我就想到什么是传统文化 因为曾经有去无锡亲近过一对 夫妇 一对老师 在那里就感觉体会到那种生活就有点像 当年小时候自己在外公外婆家那种状态 就是外公就像一个很严格的父亲 然后外婆就是在那里默默无闻的在那里做的很多细微的事情 然后最后大家因为我妈妈家那边有七八个姨妈嘛 然后还有一个舅舅 然后过年的时候老人家就负责 外公就负责发言 然后外婆就负责给大家发红包 然后所有的姨妈们就是互相帮助 然后各自有的是洗菜 有的是做饭 有的是摆桌子 然后我们小朋友就是就骑了隆隆的这种状态 我就想到可能这个才是传统文化 我们需要做到的 或者说这才是传统文化所的本质 因为我在那位那那位夫妻的老师那里 我感受到了这种氛围 因为就像嗯 然后老师也是配合的非常好 然后我们学长们学那个学生们也就是互相 有的是在切月饼 有的是在做饭什么的 然后我就想向老师请教或者是确认 传统文化是不是这个就是传才是传统文化 或者说才是传统文化 想要带给我们的实质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所谓的传统文化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传统文化 或者说就是家的文化 就是所谓能够把这个所谓的落实 其实就是能够把这种氛围 这种情意 这种这种爱的教育 然后在小到家庭 大到家族乃至于团体当中 能够这样去形成这种和的这种状态 可能就是这就是在格物置之 或者说在修身齐家治过品鉴下 嗯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在 呃 学习或者说是在达到 传统文化 想要得到的一个目的啊 不是说一定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状态 或者境界 或者学术上的一个学位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可能传统文化指的就是应该 就是那种家的状态 就是我想向老师请教的一个点 就是因为刚才这位老师 讲的点触动到这个点啊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于什么是师承 然后怎样得师承 因为今天老师讲到 曾子所说的中述之道 嗯 那中述之道就一以贯之 像以前我们听到的标准答案 可能就是李比南老先生的那三个条件 那我最近想到的就是 可能是不是就是指的 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也正是老师今天所讲的中述之道 因为在这么多年的休学当中 包括自古以来都有那么多的学生 在跟着老师的过程当中 他仍然最后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偏差 甚至会出现一些退转啊 您曾经也讲过老和尚这一这一这一路走下来 就是其实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就想到就如何到底什么是师承 然后怎样得到师承 也是想象这个问题 想象老师请教 阿弥陀佛 好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们常说佛法重实质 不重形式 所以实质是重要的 那形式 您刚刚说的 是不是有个固定的形式 那你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跟法无定法不就冲突了 是吧 那这个法无定法不是讲不通了 而且每一个家庭的条件一不一样 姻缘一不一样 是吧 有些家庭 他可能来报恩 有些家庭他学了三十年 有些才刚学 有些是学了三十年出现执着 每个情况都不一样的 你不能去套 而传统文化的实质是什么 老师上说的 用真心 中树围到不远 所以我们用中树的存心 就是我们那个真心慢慢在恢复了 所以实质就是这一颗心 我们的心 符不符合 五伦八德 这个是实质的东西 是吧 符不符合 父持指孝 你看那个氛围 怎么来了 胸有地公吗 兄弟之间都不分彼此 然后都是念着这一份情意 当然何乐隆隆 那你有没有一个家庭里面 学了传统文化 然后气氛很不融合的 也有 互相要求 看起来外表都是学传统文化 内心的状态不一样 内心有的是增长控制要求 有的是增长这一份情意越来越浓 所以老和尚也提醒 不要越修越分别 越修越执着 还以为自己是佛弟子 所以为什么说人能宏道 为什么你到这个老师家里 你会回忆起以前的那种氛围 因为他们做出来的就是 那种很慈祥 然后 这个 很和睦 很团结 然后尤其是什么 就是宽以待人 不苛刻去要求人 所以 正己而不求于人 正己就是中 不求于人就是树 则无怨 学传统化 家里气氛不好 就是这个中树刚好倒过来 苛求于人 又不先自己下大功夫 人家当然有压力了 心里不服气了 所以根本就是心 不同 所以我们看什么事情 要看到根本 看什么事 入目三分 看到根本 所以叫人人宏道 非道宏人 道是真心 他怎么弘扬文化 他把真心做出来了 就好像 白方李老先生 他哪有 子约子约 他也没有那么多 他也不懂那么多道理 他把一心为 下一代的教育 全部做出来了 那他在 宏道了 他感动多少人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师承的问题 那你要 承传老师的 道 那你首先 要能掌握 所以为什么说 只听老师一个人讲 一来 你常常专注掌握 二来 你不会听乱 所以古人 传了很久的 原理原则 他的考虑 都比较深远 有时候 我们现在 不一定能 体会到那个高度 那体会不到 有一个善根 就是 我相信 我相信 古人不会拼我 我相信老师 不会拼我 其实 李炳老 开那三个条件的时候 老师上能理解吗 他一下子 没办法理解 乍听起来 老师有点拔护 但是 我相信 老师上也有 世人之名 还理解不了 但他能感觉到 老师那种境界跟涵养 所以你看 老师上跟着张家大师 他能感觉到 那种真正的 有道德学问的人 是什么状态 你看坐着半小时 不说话 他也觉得很舒服 而且谁推荐的 是 诸经咒老居士 老上认识很多年的 长者 这个长者 人生阅历这么丰富 然后又这么 推崇李老 他知道 这个难得的三知识 所以他答应下来了 结果后来 三个月 心清静了 所以这个诗诚里面 老师听话是 很重要的态度 因为老师 我们跟他学 比方说 他现在在二十层楼 我们现在在一楼 那他讲的话 你不一定能 马上体会 就好像他看到的景物跟你讲 你也是慢慢爬到二楼三楼 对哦 对哦 真的有 慢慢慢慢会看到了 所以这个 老和尚十年阴远说的 什么是诗诚呢 百分之百听话 而且呢 你还要善于体悟 你也不能只是死记用备 你看你学老师讲经 要怎么学 长期跟随 你去观察 自己都不用心了 然后就沉船下来 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老师 你让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你再搞依赖去了 老师一看到你有依赖 他就会转变教学方式 这没法教的 你得长期去跟随 其实那跟随最重要的 领悟老师的 可贵的慈悲心 可贵的 擅脚方便 在哪 你能体会到那颗心了 你看 由万事入理了 你从观察 老师讲那么多经 跟人相处 震撼你的心 原来要这样去带人 你开始效法了 你就提得起来 所以你看老师上说 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 那也属于心法 随时温和 善良 恭敬 节俭 谦让 你就要学老 孔子的处事 请问大家 温良 恭敬 让跟弘法 有没有关系 你的言语不温和 你把人讲跑 你不善良 你一讲话 人家就觉得 你误会我了 你指责我了 你要善解人意了 所以说到最后 心是根本 你有没有真正 掌握了老师的纯心 然后进一步去效法 老师的纯心 所以禅宗是以心传心 不利文字 我们虽然不是学禅宗 但是还是要有那些心境的 所以目贤当目其心 好 这个以上仅空里参考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时间超过了 最后要跟大家 致歉 也要说明一下 因为回到汉学院 我教儒家的任务比较重 所以最近在分享这个群书教的课程 然后也有录像 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但是因为要花一些时间准备 所以因为论读啊 是儒家的课程 而且呢 我十一月啊 还得上四书的课 所以我也都要积累 要做准备 所以等这些课啊 都完成了 我们这个论语的课再继续 其实大家可能现在都有一点 就哎呀 这个陈德法师怎么上那么多课啊 现在群书之药的课 进度也不少 一个星期可能都要上十来个小时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致歉一下 这个儒家的课啊 我们先停一下 然后我上的课啊 提供大家参考 那佛家的课不停 这个佛门的课程啊 我也得要持续熏悉 跟大家说明一下 致歉一下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